我国是人口大国 同名同姓更是有很多 但是指纹却是独一无二的 而这种技术最开始是用在警察局里面寻找罪犯之类的 如果是用在普通生活中 比如指纹解锁智能手机智能门锁之类的 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奇怪 古代是并没有这么高科技的技术的 但是为什么还需要签字画压盖手印呢 我们经常会在影视剧中里面看到 古代罪犯或者需要买卖良田之类的时候 就会让他按手印 但是古代又没有指纹识别的技术 为什么要盖手印呢 其实古代的读书识字的人是非常少的 绝大部分的人文化水平都很低 有的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所以唯一能识别的方式 也就是用手掌或者手指按手印了 而在先前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按指纹的方式 这已经有了纸张 但是大部分还是用竹简 官府一般是用竹简来编写 然后为了保密就将竹简卷起来 然后再用黏土封口 最后在黏土上面盖上印章 或者盖上自己的指纹 后来这种方式也被后来的朝代所接受 那古人是怎么来识别指纹的呢 人的指纹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在古代一般就是将两个指纹 进行人眼的对比观察 官府指纹和本人的纹路相同 那就是同一个人 不同的话就不是一个人 但是古代毕竟不像现在这样高科技 很多指纹是并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指纹根本没有办法识别出人 所以老祖宗们又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将犯人的指纹按在两张纸上 然后将两张纸合起来 随机的撕成两半 然后拿其中一半覆盖完整的指纹上 如果两份不同的指纹能够相接 那就是和本人相同 这样看来古代的老祖宗还真是有智慧 你们怎么看呢